台湾乘搭上門口不少人車經過 沒想到卻有一輛銀色汽車 從校園內高速往門口直衝而來 駕駛完全沒減速 先是衝撞警衛停在朝馬路上的汽機車 轉了上去 換個角度來看畫面更驚悚 汽車零件四散 現場仰起大量煙塵 路過民眾全都被嚇壞 下路去出來速度已經非常快了 然後裡面它撞很多台腳踏車 左右在撞 然後它衝出來的時候飛來 它先撞我們警衛室這邊 然後飛出來直接撞到這邊 衝突發生在12號下午5點多 當時59歲的林姓夫人 從城大校區內高速開車衝撞 一輛汽車和六部機車被撥擊 一共造成一死釋傷 我只知道我過來量心跳 測量患者心跳以後 發現已經歐卡了 沒有心跳了 然後它血流太多 是沒有辦法去做翻面 做CPR甚至 然後就開始尋找AED 慢慢的清楚 結果到那邊忽然 我一生來 現場一片狼藉 黑色轎車車頭 整個被撞爛 地面上還留有大片血跡 死者家屬接獲二號 也趕赴現場 我會進步了 因為學生要帶孩子 他帶孩子去幼稚園 就要帶孩子 造式駕駛為城大圖書館職員 疑似癲癫閒發作 才會不慎開車衝撞 遭撞的女妻是 當時下班要接小孩回家 沒想到卻遇上死劫 讓家屬難以接受 地區人圈寧黃一軒採訪報導